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 花莲县政府配合太平洋灯会 设计了象征福气幸福的好虎气小提灯也亮相了 11号的晚上是在太平洋公园南兵段 开设了两场手作灯笼的教学课程 吸引了大小朋友前来参与 邀请民众提着自己完成的灯笼 欣赏太平洋灯会 2月15日元宵节即将到来 配合2022花莲太平洋灯会 制作象征福气幸福的好虎气小提灯也正式亮相 11日晚上在太平洋公园南兵段的扣人心弦表演舞台 举行两场手作灯笼教学课程 限量发放400份好虎气小提灯 吸引大小朋友现场DIY动手作 花莲太平洋灯会迈入第10年 主灯是花莲好虎气福星高照 带来视觉音效展演 春节期间吸引25000多人造访走春 同时在鲤鱼潭也有红面鸭创意水舞演出 但有些民众认为过年期间应该喜气洋洋 相较其他县市黄色老虎的威严 花莲的白老虎在视觉观感有带商榷 观光处表示 今年灯会以花莲在地玉石纹路 设计大理石胡府 黑白相间是参考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亨利卢梭 平淡有些孩子气的纯真原始风格 反映花莲向时代致敬的美学 白天是大理石异象晚上搭配灯光就有七彩缤纷的效果 25日元宵节晚上7点 也将邀请小朋友最爱的悠有家族 香蕉哥哥葡萄姐姐陪伴闹元宵 20日还有在地的八斗洗缩眼斑 朱德纲老师带来相声巨马 欢迎民众白天或夜晚 元宵节一起体会花莲文虎生风的底蕴 记得讲方言华联士报道 颜色的项目